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金黄酥脆的糕点还有你看这饺子都是阿克廷首都一所旅游学校烹饪专业二年级的学生他们的作品 而他们的老师 你瞧就是手中的这本菜谱美食中国 美食中国是2014年阿克廷出版发行的第一本中西文双语书 收录了近百种中国菜肴的制作方法 而且为了这个菜谱更加的通俗易懂 出版社特地找了一位在当地烹饪学校毕业的华裔厨师 把每道菜的这个做法换了一种更易理解的方式来表达 这不 菜不一上市就成了当地的畅销书 我知道你什么时候放下去 可是什么时候卖掉 我觉得在一转眼之间就卖掉了 塞斯特学校烹饪系的学生们正是在这本书的帮助之下 完成了这一场中餐盛宴 毕竟是科班出身 你看 学生们做出来的这个饺子和春卷都已经是有模有样了 他们甚至还挑战起了东坡肉和烤鸭 目光转向埃及 埃及相信的很多观众都不陌生 金字塔 世界文明 目前在埃及大约有一万多华人 他们在埃及生活的怎么样呢 下面我们就走进一个生活在开罗的华人家庭 看一看他们家里的中国味道 来个花瓶 这上面的您应该不陌生 没错 这就是中国传统美食春卷 这些春卷都出自一个人之手 就是他 郑铁军 今天他和他的妻子郝红盈一起陪儿子 来学校参加国际美食节活动 我那做春卷让大伙吃呢 但一个让孩子也知道 做春卷 他们跟我一起包啊 一起给大伙吃啊 让他们也别忘了自己的祖国 是一个中国人 台上正在演奏的小伙子 就是他们的儿子郑开喜 今年15岁上初二 这已经是他第十次参加国际日的表演了 郑铁军 90年代初来到开罗 他是埃及首富的私人厨师 在埃及的这么多年里边啊 他始终坚持为孩子们制作地道的中国味道 你看 在他家的这个厨房里 从烟菜到咸鸭蛋 一样都不能少 爸爸管饮食 妈妈管教育 自从小女儿开心 出生之后啊 妈妈好红盈 就做了全职太太 对于孩子们的学业 夫妇俩平时并没有特别的要求 但唯一的一个硬指标就是 必须认真学汉语 在国外生活了将近二十年 这回想起来的一路走来 觉得最重要的 最根本的还是别忘了根 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身在海外不忘根本 这是很多海外华郊华人 对于家乡的牵手 在这里呢 我们也祝愿这对欣喜兄妹 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有空尝回家乡看看 好 实现 在转向加拿大 在长达八天的陪审团 闭门审议之后 加拿大魁北克高等法院裁定 在2012年5月29号 杀害并肢解中国留学生 邻居的加拿大嫌犯 卢卡·马尼奥塔 被指控的五项罪名 包括一项一级谋杀罪 和其余四项罪名 全部成立 马尼奥塔被自动判处 终身监禁 25年之内不得假释 32岁的成人电影演员 马尼奥塔被指控 在2012年的5月底 杀害了33岁的 蒙特利尔康卡迪亚大学 中国留学生林俊 并随后逃亡欧洲 加拿大警方向190个国家 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2012年的6月4号 马尼奥塔在柏林的 一家网吧被捕 随后被遣送回了加拿大 马尼奥塔在案子审理 一开始便承认 自己杀害 并且肢解了林俊的事实 但是他拒绝认罪 加拿大在1976年 就废除了死刑 终身监禁 已经是对一级谋杀罪的 最高刑罚了 正义得到了伸张 然而对于逝去的生命 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 在这儿我们也提醒 在海外求学的留学生们 谨慎交友 防人之心不可无 好 目光再转向缅甸 我们来看 画面当中 这支来自中国的车队 刚刚抵达缅甸阳光 现在的关于自驾游的新闻很多 那我们为什么 要特地的介绍 这支自驾游车队呢 这是因为 这支车队是抵达缅甸的 第一支中国自驾游车队 缅甸开发的晚 主要原因是因为 缅甸的通关的手续 因为在从 做东南亚自驾的时候 因为老挝 泰国 越南这些 过境的手续就比较简单 而且当地的旅游局 或者是当地政府 是接纳我们自驾游过境的 但是缅甸这块的话 就一直没有开放 据了解呢 车队的两辆汽车 分别从湖北和四川出发 经过了缅甸北部的山区 以及曼德勒等城市 用六天六夜的时间 到达了阳光 据了解 李明等人 此次的自驾游 也是对沿线安全情况的一次 初步考察 如果哪里有问题 会及时的反馈给 缅甸的旅游部门 来帮助解决 安全防范方面的问题 近年来 缅甸政府正在大力发展旅游业 但是受机场吞吐量等条件的限制 游客数量难以实现大幅度增长 此次向中国游客开放自驾游市场 将会使缅甸的旅游业 获得一个新的发展机遇 央视记者缅甸阳光报道 视线再转向美国 我们来看视频 画面当中的这位女士 名字叫做段角莹 今年的47岁 她曾经是一位出色的中餐厨师 做的一手好菜 还开了教学班传授厨艺 而现在她的身份 是一位前景大好的创业者 经营什么呢 中餐调料 做了一些酱 然后就卖给我的学生 他们就比较非常喜欢 后来他们就提议 能不能就卖到商店里去 然后他们可以到商店里去买 所以就是2010年吧 我就开始卖到商店里去 在美国华侨华人数量众多 中式调味品简直就是刚需 所以她的调味品已经卖到了 全美18个州的1000多家商场和超市 我们都说创业不易 段角莹的创业之路 也是颇为艰辛 在最初的推广期 根本没有卖场肯卖她的调味品 她不得不一家一家卖场地去跑 而另一方面 段角莹还要照顾家里的三个孩子 肩上的责任之重 可想而知 因为我的孩子都说 妈妈不然的话 你就去像和别人一样 去找份工作去做吧 我当时也动摇了 也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后来一坐下来 跟全家一商量呢 他们还是不愿意 说是你妈妈已经这么努力 这么长时间了 不要放弃了 所以我就坚持下去 你看 得到了全家人的支持 段角莹也是越发地努力和拼搏了 她用自己的名字和头像 注册商标 并且重新设计产品的外包装 终于她做的调味品 慢慢地打开了销路 目光再转向西班牙 当房东 而且是在国外当房东 想一想 是不是很美呢 其实真未必 还有可能被迫陷入经济纠纷 在西班牙的巧包张先生 就遇到了这么一件烦心事 事情是这样的 六年前张先生 把自己在马德里的一套房产 租给了一位南美房客 结果最近两年 这位南美房客 经常不支付房租 张先生多次上门 催负房租无果 没想到 最后这位房客竟然号称 自己把整个房子 重新粉刷了一遍 反而提出 要向房东张先生索要 5000欧元的费用 折合人民币约4万元 既无法收回房产 又拿不到房租的张先生 怎么办呢 只好向律师求救 在西班牙这样的案件 因为证据难以搜集 拖延个一两年 那是长事 甚至有可能就不了了之了 那位无赖房客 就是钻这个空子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人家张先生 完整地保存了这两年 他没有缴清的 这个房租电费清单 还有他最初每个月 存给张先生的房租记录 张先生的律师 向法院提起诉讼之后 法院也很快受理了案件 准备期间 律师发现 这个房客的欠款项目 太琐碎 万一法院判这个证据不足 重新上诉 又得拖个一两年 损失会更大 于是在律师的建议之下 张先生两害相权 取其轻 放弃了那些房租欠款 而是集中精力 要争取拿回房产 最终张先生 顺利地在四个月之后 拿回了自己的房产 律师提醒 各位在西班牙的侨胞 由于经济不景气 经常发生这样的经济纠纷 遇到这类问题的时候 侨胞们最好向 法律专业人士咨询 只要根据具体情况 做出应对方案 就能够最大限度地 减少损失 事先再转向香港 据香港特区政府网站的消息 今年圣诞节 以及元旦假期期间 香港入境事务处 预计届时出入境的旅客 大约有1359万人次 和去年同期相比 人数将增加大约136万人次 体重约四分之三的旅客 经由陆路出入境 入境人数最多的一天 将会是12月27号 数量预计达到40万人次 为了避免口岸过分拥挤 以及旅客 轮厚时间过长 香港入境处 呼吁所有过境旅客 提早计划行程 尽量避免选择在一些繁忙的时段过关 并留意各边境管制站 有关交通情况的电台和电视广播 香港入境处 同时提醒出关的香港居民 要记得检查回乡卡的有效日期 非永久性香港居民 别忘了带上有效的智能身份证 以及旅游证件 确保顺利过关 事件再转向韩国 韩国外交部呢 接着表示 韩国和中国于11月签署的 关于持有外交官公务护照 免签证协定 于12月25号生效 也就是说 原本中韩两国 只对外交官的免签证待遇 从25号开始 持中韩两国公务护照的公民 也可以享受了 根据协定 持有外交护照 有效公务护照的两国公民 可以互免签证 进入对方国家 最长的停留时间 可以达到30天 事件再转向俄罗斯 连日来 哈巴罗夫斯克 发生了多起中国公民 遭集事件 年终碎尾 各种盗抢事件频发 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 总领事馆呢 也是提醒在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 滨海边疆区 和犹太自治州等地的中国公民 提高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 尽量避免晚上单独外出 和随身携带大量的现金 以免遭受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同时提醒 中资企业和广大商家 加强安保措施 注意防火防电防盗抢 确保安全经营 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 要及时报警 并和当地的使领馆取得联系 或者拨打外交部全球领保与服务 应急呼叫中心的电话 视线再转向非洲莱索托 据中国驻莱索托使馆的消息 由于圣诞节和新年临近了 再加上莱索托国王日前宣布 明年二月底举行议会选举 大选前的安全局势 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为了预防各种安全事件的发生 中国驻莱索托大使馆 特别提醒在莱索托所有的中资企业 华侨华人密切关注 莱索托政局动向 以及社会治安情况 同时对本单位和驻地的 安防设备大门围墙等 要进行维修和加固 加强对雇佣安保人员的培训和监督 防止内部人员实施犯罪 如果遇到了突发事件 及时和大使馆取得联系 确保在莱索托的中国公民 华侨华人生命和财产安全 视线再转回中国北京来看视频 您现在看到的是由 国务院乔务办公室发布的 第四部华侨华人蓝皮书的 发布会现场 那当天的国务院乔办的 副主任何亚飞 华侨大学的校长蓝皮书主编 贾一铭教授等出席了发布会 华侨华人蓝皮书2014 总共分为三篇 对华人在海外的人口分布概况 财富累积情况都进行了调查 并探讨了华商回国投资方面的 发展问题等等 据了解华侨华人蓝皮书呢 是华侨大学关于华侨华人研究的 战略性工程 自2010年启动之后 目前已经成功的出版了四册 好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呢 就是这些 接下来走进华人故事 您瞧 这座具有浓郁中国风的建筑 其实它并不是在中国 而是在德国的斯图加特 德国政府竟然把这座中国建筑 加入到了路标当中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去看一下 斯图加特有着欧洲大都会的美誉 也是老牌世界著名汽车城的所在地 在距离斯图加特市以北 约20公里的内卡河畔 具有着一处非常醒目的中式建筑 带你们来过来看一看 画面中的这个人 是这座中式建筑的创建者 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 整个明园的占地面积 将近5000平米 然后这个房子 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中式建筑 而且它的建制 是按照中国的王府的建制来建的 从房屋的近身 前廊后煞的格局 再到房景和每一个雕梁画柱 所有的细节 都是贾明泽自己操刀设计 贾明泽今年51岁 五年前 他用全部积蓄 买下了 位于斯图加特市郊的这座建筑 起名名中国中心 为的是在遥远的德国 打造一座具有浓郁 中国特色的地标 这个石雕是完全按照西湖的 水中的那个水塔雕 雕过来的 而且呢 我们也种植上了这个 非常典型的中国植物 小亭子 这边以及就是小桥流水那边的石桥 月亮门 源自内的每一处设计 贾明泽都匠心独印地运用了传统的中国园林设计特色 这也强烈冲击着德国人的审美观 在欧洲的正中心有一个完全百分之百的中国建筑 这是在德国的建筑史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审批了非常长的时间 一个完全外来元素的房屋建筑 建在这儿 他们是非常慎重的 每天这里都会迎来大批对中国文化好奇的德国人 身为现代自由艺术家的贾明泽 将自己设计制作的中式家具和各种中国民间装饰 摆放在民中国中心里 让遥远的德国飘起了浓浓的中国味 真正中国最老的那种面当库 像我小的时候大爷们穿的 包括那边那个雕塑背的那个搭脸 也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 这个也是表现怎么说 南方的一些农村妇女很年轻的那些 少少民族农村妇女的服装和一些他们的装扮 除了无处不在的中国味道外 贾明泽还在民中国中心里 开设了茶艺品鉴 中医养生 中华美食等工艺课程 通过这些最原始的这种古朴的中国的菜谱的做法 实际上也引起了德国人对咱们中国餐饮文化的浓厚的兴趣 然后他们会做一些提问 然后在这些提问当中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讲解到酱油是怎么来的 酱是怎么来的 通过一些什么材料做的 然后把中国文化不只是南方的文化 因为大家很多的欧洲人以为一谈到中餐就是迷一迷一迷 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面食 而且有很多不同的各种各样的食材能够在一起进行搭配的 好吃 如今这座有着德国小宜和园之称的中国建筑 已经成为了当地德国人了解中华文化的窗口 2010年弗莱贝格市政府将民中国中心设为当地法定结婚登记处 在德国除了市政厅和教堂外 从没有一个私人建筑由此殊荣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上百对德国新人 在这所特殊的中国房子里登记结婚 明中国中心吸引德国人目光的同时 也让人们好奇起来 它背后的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 又是如何将中国元素带进了相对保守的德国 我们还要将故事从贾明泽的童年开始说起 是北京南城长大的 我是家中老三还有两个姐姐 从很小就一直到六岁都住在那个府城门 有一个军队的幼儿园 好像叫瑞王府 所以呢对这个房屋的结构 花鸟以及什么核桃树啊枣树啊 对一些非常老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那种感觉 贾明泽自幼学习中国国画 1988年在准备考取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的时候 遇到了一位德国老师 并取了这位老师的意见 贾明泽考取了德国柏林艺术学院 成为了那一届唯一的华人学生 开始了自由艺术创作的学习 德国的艺术院教的那种氛围非常非常的轻松 而且也非常舒服你不会有任何压力 而且也没有人告诉你你必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呢前途又是一个非常危机的 因为你一定要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有名的画家 然后呢你才能靠他生活 基本上诗歌诗节就是都是在贫困线上挣扎 此时现实和梦想的距离 在贾明泽心中犹如一道鸿沟 20马克到40马克之间给人画一张素描 然后别人画得不好看 给人画得不好看 他还不高兴 鼻子歪了 你给他画歪了 他不高兴 真的自己就是歪的 你没办法 对不对 但是他是不高兴的 你一样把人给画美了 做一名自由艺术家远比想象中的艰难 而德国是否真的适合他呢 太平淡了 平淡的到你根本 你可以知道一年以后 365天以后的今天这个时间我在做什么 贾明泽深知 艺术创作需要适合的土壤 贾明泽站在兰茵河畔 看着往来的邮轮 他决定暂时回到北京的家 开始就是自己成立公司 做自己的设计室 最早呢 帮助一些那个 国贸那边一些店里 做室内设计 然后慢慢的呢 做了一些 这个资本上的积累 回到了生活成长的地方 贾明泽也似乎找到了 艺术创作与自己的契合点 他将中国明朝的民间艺术特色 与欧洲的简约思想相融合 创造出大量 具有中国风的家具物品 实际上是一种生命中的缘分 因为在我的我们家里的老家的古谱里 正好我这一代中间的字都是明 而且正好和明代那个明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呢从这个明代的一些很多的那个图案 以及家具设计上很多东西是我最喜欢的 也是一种这个文化上的一种功名 2006年 贾明泽决定再次回到德国 与十年前不同的是 他这一次带着自己的艺术作品 来到了德国的斯图加特 贾明泽将在国内多年积攒下来的积蓄 全部拿出来购买了斯图加特市以北的一处废弃的原字 起名明中国中心 贾明泽建立中西文化交流的梦想 终于达成 做设计一般的都通过环境做专门的设计 比方说像这样的椅子 因为这个房高非常高 普通的椅子放在这 就会觉得很空旷 所以我特计设计出这样的高背的椅子 放在这 然后跟这个整体空间做一个调整和结合 贾明泽在家具设计上 保持了明朝艺术特色中的古朴与直接 为了接近古风 贾明泽采用鱼木抽筋的方法 还原出木质的纹理和凹凸感 这样可以看出了非常精度的年轮 这是它自然的那种巴结 很多的设计师或者木工 就想办法把这些东西处理掉 我跟他们做的相反 我把每一个纹路全都给表现出来 而是加深 贾明泽深知 设计的艺术是融合的艺术 他大胆地将物质与钢铁结合 传统的中国风与西风简约格调相融合 可谓是意料之中 却有意料之外 贾明泽的家具设计受到了德国人的喜爱 四年来 明中国中心已经成为中国文化 在德国的传播基地之一 贾明泽和他的明中国中心 多次登上了德国本地报纸的头条 德国政府也将明中国中心的地址 正式添加到了路标中 贾明泽用他微薄的努力 逐步改变着德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刻板印象 我举办什么样的活动 他们都喜欢过来 北京话 就是一起玩生活玩艺术玩文化 你怎么戴钥匙呢 老婆在家戴钥匙干嘛 如今贾明泽和未婚妻居住在一套义居室里 虽然房子不大 但足以让贾明泽在遥远的德国感受到家的温暖 这个桌子是小明设计的 他那个这个桌子我们当时就在想 因为厨房不是特别大嘛 然后他就说没关系 我们把我们想个办法 因为我们两个人喜欢吃火锅嘛 有这个炉子我们俩就对坐 每天就想吃火锅随时都可以吃 贾明泽的未婚妻是刘德硕士 曾在明中国中心做过义工 认识他的时候还不怎么了解他 但是跟他一起工作以后发现 他工作的状态的时候 是完全非常非常认真非常极致 而且非常注重于细节 我对生活的那种那种美丽 就是受他感染就是这样 设置组即将离开的时候 贾明泽和我们说在海外的生活固然不易 但只有坚守住自己的文化 才能够找到生命的根 好了 今天的华人事件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